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是我今年的第一个视频 自从过完年之后就开始走亲切 这两天终于算是走完了吧 生活也真正的步入到正轨了 都说每逢佳节胖三斤 我现在胖的真的不只是三斤了 这两边的脸都已经凸起来了 哎呀不知道是胖了多少斤了 已经好久没有称体重了 相信大家就是从我的视频里也能看出来 从我们第一个视频去越南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瘦小伙呢 肚子也没有 现在看这个肚子都这么大了 那个时候还有腹肌呢 整个人真的是瘦成一道闪恋了 那时候最低的是120 现在两年多过去了 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自从跟他之后 真的是他就伴随着我呀 看着我这个体重一点一点的增啊 前两天跟他视频他还说呢 说我要是再这么胖一下的话 他就不要我了 不跟我结婚了 我现在我准备称一下 看看我这两年到底胖了多少斤 这个称是我三年前在北京的时候买的呢 那时候也是健身为了记录每天的体脂啊体重 它是真正的记录了我这几年身体的一个变化的 已经好久没用了 现在称一下 我去不会吧 我现在的体重是75.99公斤 也就是说76公斤 152斤 记得我上次称的时候才70公斤 没多久胖了12斤 哇真的是 看我现在这个体型 从最开始的偏瘦 一直到现在的最后一档 肥胖的 综合得分62分 我之前得分应该是在85到90时间 但从来没有超过90的 因为我永远都是那个新陈代谢不好 现在真的是人一胖了 所有东西全都变胖了 包括肥胖度啊 体重BMI啊 体脂率啊 脂肪啊 我体脂率最轻的时候是11 那个时候 现在已经22.3了 基础代谢还没达表 现在的身体年龄是33 哇是符合我这个年龄的 但是这个体格真的是太差了 给你们看一下之前的吧 之前去年的 去年是2021年2月5号 我也撑了一次 那个时候是66.9167公斤 相当于134斤 那时候有可能是因为我们 骑行了有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的体重掉下来了 你看那时候综合得分84 所有东西全都是正常的 标准的优 那时候体脂率是16.917 也是偏高一点的 对于我来说 身体年龄是24 你看现在我跟之前的体重差的 真的是太多了 哎呀 不会说他现在有点嫌弃我了 我连我自己都嫌弃了 真的一撑完 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吧 我们是准备在3月底就举办婚礼了 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也不准备出去了 就在家里头忙活一些婚礼前的一些事宜吧 我们是准备举办两次婚礼的 先是在沈阳这举办一次婚礼 然后三天之后呢 回门在他们家呢呢再举办一次婚礼 所以说有很多事情要忙 我先在沈阳这呢忙活一些 然后他在他们家呢呢先准备一下吧 就各自准备 等过两天呢他再回沈阳 然后我们俩一起呢 再把沈阳这边的事呢再忙一忙 这段时间呢主要是记录一下我们婚礼前的一些事情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 我得减肥呀 我现在真的是太胖了 西服都已经穿不上了 前两天试衣服真的那个穿完那个西装肚子都是大的 一点不好看 所以说准备在结婚之前 我要减掉二十多斤吧 现在是一百五十二 我要准备减到一百二十五 最起码这个肚子咱不说八块腹肌吧 但是没有肚子了 怎么得是直流的呀 我现在真的就跟怀孕了似的 但是这四十多天减到二十多斤 有点难度 我准备呢一会儿去旁边的这个健身房 我们家附近有两个游泳健身的 一会儿准备去那看一看 班长健身卡吧 我要是在家里肯定是减不下来的 其实我们家里也什么都有 有瑜伽垫啊 有亚铃啊 有腹肌轮啊 有轮盘啊 这些东西我都卖了 但是一次没有用 我只有在健身房的时候 我才有这个动力的 在健身房我可以待三个点到四个点 每天都没有问题 哎呀 然后也是这段时间记录一下我这个整个减肥的过程吧 看看我真的到底能不能减下来 好了那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视频见 拜拜 Hello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辽宁沈阳 刚刚从健身房出来 办了一张健身卡 准备呢 在这儿 建四十多天 办了这两个月的健身卡 从明天开始 我就正式的开始健身了 不过说他们家现在 泳池没有开 泳池还得三四天吧 才能开 这几天呢 我就准备做一个 前期的一个运动的 恢复一下 刚才来这个健身房的路上呢 我看到了这边有一个折扣仓 最近这两年 沈阳的折扣仓还是蛮多的 特别特别的货 从一年前 也就一两家吧 到现在 我们家周边就有四五家了 但是我还没有去过呢 据说这个折扣仓里头东西都是挺便宜的 现在准备进去看一看 进来了 他们家还挺大的 这边是酒啊奶什么的 那边是水果蔬菜 这里边整的跟那个超市差不多 这啤酒 四十二 会员是三十九块九 他们家是会员制制的 起葱是两百块钱起葱 这啤酒还挺便宜的 这个芭蕾水 140亿箱会员价24个 这还算是挺便宜的 这边是奶 奶48 奶的价格还算是不是很便宜 这边这个自热米饭 都是九块十块的 这个还算是可以 这边都是牛奶 这牛奶价格还挺便宜 看到了这个脱脂牛奶 火炎价才八块钱 生产日期是21年9月到22年9月 还有七个多月呢 其实我应该买俩这个早上喝 这全麦面包七块二十 正常超市卖应该是九块十块呢 这边都是 谢谢观看 这边是一个中间的 一样的 我搬回你 就没关系 我搬回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羊肉33 这边还有肥牛25 还算是挺便宜的 我再考虑要不要在这放一个会员卡 刚才我问了一下他们家办会员卡 是200起半 办完了这个卡就不退了 然后如果说你卡里还剩40块钱 你要是买50块钱的东西 就是超出的部分就不享受会员的价钱 怎么说呢 有利有弊吧 但是他们家的东西包括菜什么的确是挺甜的 但就有一点一经受办就不能退了 这点挺那啥的 我就没有办 再考虑一下 要是见完神上他们这买点东西 然后回家一坐一吃 其实还是挺方便的 过两条再说吧